亲爱的战友们好啊 今天是8月10号 你们见识了吗 你们往镇上泼水了吗 亲爱的战友们啊 很热闹啊 很热闹啊 大家现在啊 这可能时间稍微长了两个月 大家注意到香港昨天啊 是有很多明确的变化啊 明确的变化 而且大家能看到香港啊 这个昨天的上街 还有一些人的表态已经完全不同了 完全不同了 而且在西方的这些国家 大家也能看到啊 也能看到 这个很多表态和支持也都不一样了 那边风大啊 那边风大 那边风大啊 说大家也都看到了啊 所以说战友们 共产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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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球弹了 共产党真的要玩球弹了啊 要玩球弹了 你看看 这共产党呢 哪像一个党的样子嘛 这个北戴河大家都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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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知道党内发生什么事儿了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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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党内发生的这些事情啊 是可以预测到的啊 啊 大家都知道 啊 他们现在党内利用这个事情都开始较量了啊 啊 啊 利用这个事情的较量的本质是什么? 就是各利益集团都不想在香港这个事儿上 去为他们这个疯狂的行动 可以说什么玉石济焚呢? 太看得起他们了,林郑月娥 她跟谁焚呢? 她焚不了 她要的事情 她要未来要面对的事情 是她自己走向灭亡 彻底的灭亡 没有人跟她去焚去 谁那么跟她焚呢? 跟她焚啥呀? 是吧? 谁愿意跟你焚呢? 我本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的 我看到这个北戴河咱们的战友们给我发来的信息啊 说这些中南坑 染头发的家伙 手指头硬的家伙 非常激烈的对抗 很明确 谁负责任? 谁为现在负责任? 说香港那些老百姓你这样打他们 你那些孩子们打他们 那都是有全都被录下来的 你还能像八九六四一样把这东西都能给它铲除了吗? 任何一个国家宣布 香港警察 香港巨力部队 香港政府 属于恐怖组织 然后如果进港的解放军进去以后 把香港的驻港的所有官员列为恐怖组织 和对人类有威胁的 安全有威胁的 不受欢迎的 这些分子 共产党不完了吗? 这老同志说的都对 这老同志这回可逮着机会了 使劲PK 还有我特别搞笑 但是战友跟我说 竟然有老同志 写了短短的半页纸 发给所有的人 题目就是 明年是否我们还能在北戴和相见? 啊 题目就是 明年是否在北戴和还能相见? 战友们啥意思啊? 你想想这个里面就问了几个问题 香港的问题 最终 你怎么解决? 第二个 中国的经济这样下去 你还有明年吗? 第三个 这种高压下的中国社会 你能撑过明年吗? 更重要的事情 中美关系到这个程度 共产党和中国的政府能撑到明年吗? 啊 中国现在的 多方面的问题 不可抗拒的 无法改变的 少数民族 如新疆西藏 如果突然间全新疆全都上街了 你还能再镇压吗?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就是 你能解决吗? 你能都抓起来吗? 党内 人人自卫 不是那个自卫啊 手银不是那个自卫 是人人自卫 所以 将引发的 党内的消极 和 潜意识的 与海外势力的配合 甚至是 发生内部性的动乱 和暴乱 怎么解决? 但是我觉得其中有一个问题 说得特别好 说现在 我们 也就是说共产党 能在这个时代控制住 互联网 和社交媒体吗? 这个说得太好了 我觉得说得好 能控制得住吗? 最后一个说 中国的 财政赤字 和对外债 如果发生 双爆发 结果会是什么样? 我再看一下 别忘了 对了,还一个是 这老同志 这老同志很聪明 都列为非法资产 进行查封 怎么办? 这老同志 还是有脑子的 还是有脑子的 他不说这是腐败资产 一听这水平像谁 大家知道了吧? 美国说 你这资产 我都怀疑你是非法资产 怎么办? 怎么办? 还有一个 这老同志挺聪明 最后一条 现在 现在 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 国家运行制度 事实上废除了 常委和政治局 这个模式 是否能继续下去? 牛啊!牛啊! 这位老同志敢这时候说话 对着谁来的? 大家都明白了 啊? 啊? 是吧? 对着谁来的战友们? 所以这个时候 大家要记住 以美灭共 把战场拉向国际 以共灭共 来感觉了 来感觉了 这是我爆料有史以来 在党内 发出的 最有效 最积极 最有用 最直接 对我们爆料革命 和灭共的最佳信息 这位同志 弄不好又要改变历史了 十八大他都改变历史了 这位老同志还是不错的呀 所以我还是露着了 少爆他的料 少爆他的料 如果他再不说话 我就爆料了 当然人家跟他不是一伙 人家还是共产党一伙 但是这个北戴河的这个太重要了 重大重大信息 战友们等着吧 这个信一出来 傻眼了北戴河 这开启了 以共灭共的 最重要的时刻 第三个战场 第三个战场 就是共产党内部的 斗争的战场 以共灭共进入第三个时代 共产党内部 开始内斗 谁能改变 请告诉我 谁能改变 我等这一刻等了很久了 上天会有眼的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亲爱的战友们 关注北戴河的这封信的事件 关注北戴河的政治动态 谢谢